看一下if的部分 如果我要判斷底下有個說明 平均大於60 平均成績 如果60的話 大於60就合格 應該是大於等於60 如果未達 這個不到60的話就是不合格 這邊的話要輸出結果 首先的話我們用if的函數 判斷的邏輯特別是有三個 三個這個參數 第一個這個成績 它必須要是大於等於60 所以你如果兩個條件的話 第一個你先打一個 再打第二個 這樣是允許的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輸出 如果大於等於60的話就是合格 反之就不合格 那這邊的話你就輸入這個合格 反之的話就是不合格 OK 好 這邊按確定 確定 那就可以幫我們做判斷 往下填滿 合格不合格 這個是if的函數用法 那當然這個比較單純 因為只有一個條件 如果兩個 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條件的話 就必須用and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個and的部分 比如說我需要兩個條件 銷量 銷量在這裡 銷售量 好 好